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燦爛時光,參加這一個異鄉人系列座談的 應該是第九場 剛剛是第八場是他們講的 明天有最後一場是講日本人 在台灣的日本人 那這是一個新加坡公司泰坦科技支持的一個系列的演講 就希望談談台灣的異鄉人的狀況 各式各樣的狀況 他們第一場是講移工 也有來講過的菲律賓的記者 新住民當然也有 新住民的導演拍的失聯移工逃跑外勞 剛剛也講完了 那其實這一場會是最特別的 所以我們那題目名字也很奇怪 叫做 還是新二代談我們不是異鄉人 不是一家人幹嘛加入這個系列呢 其實又是因為新二代就是超紅的 現在這個term超紅的 他們兩個應該是都被追著跑的 我這邊,因為連我這邊都常常被追 很多人找我要找新二代 就是要我當人力中介介紹新二代對不對 然後又不可能給我中介費 所以我就很不爽這些事情 可是新二代無論如何就是台灣一個很重要的 一群特殊的 有一點特殊的人 但是他們常常又會說 其實就沒什麼特殊啊 台灣長大的啊 國語講的跟我們也一樣啊 有點台灣國語槍啊 反而沒有越南槍 只有台語槍之類的 那也謝謝蔡導 拿著攝影機的這位蔡導 他幫我組織了這一場演講 那我們請兩位年輕的 正在蒸蒸日上之中的 前途無量的 兩位新二代來幫我們 自我介紹 然後也歡迎大家 待會可以盡可能交流 多談談 不管有什麼疑問 或者什麼建議 都可以講 好 那我們的設備已經處理好了 待會兒如果有不願意入鏡的 就跟他打個招呼 他不會 他不會正面拍你 他不會偷偷拍你 好 請大家拍拍手 歡迎千平安宇珍 嗨 大家好 那今天就由我先開場 那大家好 我是千平 等一下的分享裡面啊 主要先跟大家介紹我是誰 然後再慢慢的跟大家介紹 這個簡報的主題 這簡報的主題叫做 慢慢回越南 那這一兩年來就是 因為新南向的這個 在台灣的氛圍熱起來 所以作為一個新二代 然後很常被找去做演講 那每次演講對我來講就是 我都會給他一個不同的題目 跟 就是不同的主題 那演講前我基本上就是 不敢準備 不會準備 因為 我希望每次來就是這邊 分享的時候 它是一個 全新的交流這樣子 我今年年初的時候 一月到二月之間 剛回外婆家一趟 所以 對我來講 回外婆家這件事情 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 然後也是慢慢爭取來的 所以今天的主題 就定在 慢慢回越南這件事 那接下來就要告訴大家 我跟越南的距離 那我如何慢慢的回到越南 謝謝 好 那 再一次自我介紹一下 上面是我的簡歷 然後上面有列了 12345 5點 那這5點其實也是 同時是今天這一場 分享的5個線索 第一個線索是 Xin Zhao Sai Gong的導演 這部短短的影片 它只有10分鐘又32秒 那也就是我這次回越南 剛拍出來的一個短的紀錄片 那我希望等一下中途 如果有時間機會的話 就是可以播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第二是我現在是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大三生 那再來就是一些社團參與的經驗 所以從簡歷來看 我好像從高中時期到大學 一直以來都有所謂一些政治參與 或是社會參與的行動 所以一切的故事先從高中講起好了 我們就用順序法 我高中的時候是彰化女中 台灣文學研究社的社長 那台文社它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社罕 在台灣社我們就是讀台灣文學 那透過台灣文學 我就認識了很多日治時期的知識分子 然後那些前輩們 那在日治時期啊 很多台灣文學作家都出自於彰化 他們可能不是彰化人 但他們可能就到彰化求學 那時候有一個彰化溝學校 在那邊現在的中山國小 有像賴和 然後還有賴和的很多朋友 都是從那邊畢業的 所以高中我接觸到這些前輩 聽他們的故事 我就覺得很受激勵 我想說賴和他16歲 就當就考上那個現在的台大醫學系 就是當時候的帝國大學 這樣我就覺得年輕有為 但是這樣一個年輕有為的 他同時十分的關心在地方發生的每一件事情 從他的寫作我可以看到 那時候彰化正在面臨對於市區改正 也就是現在的那個都市更新 對於很多在地的議題 他都記錄在他日常的寫作裡面 所以對當時候的我們一群高中生來講 我們覺得我們都讀到張中張女了 然後我們好像都只會死讀書 覺得不能這樣 所以那時候非常年輕的一個年紀 然後受到台灣文學的感染 就開始關注了在地的社會議題 那講到這邊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跟新二代的身份有什麼關係 跟越南有什麼關係 但是他就是一個重點 因為他跟我有關係 他跟我為什麼會去關心我自己有關係 在高中那兩年開始去關心在地的議題之後 我們每年每年的暑假都有一個幹部訓練 那在幹部訓練裡面 我會告訴我們的學弟妹說 為什麼我們要成為一個說故事的人 為什麼我們要去認識在地的故事 然後都會跟學弟妹們講說 我們要成為一個會說故事的人 那這個其實也是我們當中台文社的旅處任長講的一句話 對因為對我來講 尋根或是認識在地 他就是一個理解自己現在坐標的一件非常重要的旅程 那當高三的我覺得自己非常了解這個真諦的時候 他有一天在跟學弟妹的聊天 就聊到 那時候有一個知道我母親是來自於越南的朋友 然後他無意間就問說 欸你常講說就是要講自己的故事啊 那你了解你媽媽的故事嗎 你對越南了解多少 常聽你在導覽彰化導覽陸港 欸那越南呢 好少聽你講這些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然後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就很 我就愣在那裡 因為從來沒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然後就很老闆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就說 其實我了解不多我不曉得 然後他說你怎麼可以這樣 就是我那個朋友就有點義正言辭的說 那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怎麼可以對媽媽的文化默不管心這樣 然後我當下也很氣憤 我覺得你不知道我的狀況 你不能這樣子 呃評斷我 對那 嗯 講到這邊 他是一個 在你們聽起來有點莫名其妙的情緒 呃為什麼我會因為 一來是為什麼我不認識我母親的文化 我對越南一無所知 二來為什麼我會對於自己的 自己這方面的無知感到 呃非常的被挑戰 然後不舒服 對這個 這算是一個起頭 對他震撼了我 呃為什麼我對於 我另一個根是毫不認識的這件事 但呃這樣這個對話就 嘎來而止 他就乘風了一陣子 一直到高二 呃高二升高三的時候 我的父母親離婚了 然後這件事情又再次的席捲 席捲上來 呃 所以 呃講到這邊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我的母親她 在1996年的時候 她從越南胡志明市第一郡 然後 呃嫁來台灣 然後嫁來彰化路港 那那時候她才20歲 然後我的父親40歲 對那他們結婚之後 隔年我就出生了嘛 那我一直跟爸爸媽媽 呃同居 呃跟爸爸媽媽同居 應該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我在小學 呃一年級的那一年 我就呃沒有跟爸爸媽媽一起住了 因為那一年很有趣的是 媽媽帶著我的小妹 我未來的妹妹 然後她帶著年紀最小的妹妹回去 呃回娘家 就回外婆家 對然後那時候我就要上學 很緊張 就是要上小學跟幼稚園 完全是不同的一件事 然後 我爸就說 不然我不太會顧小孩耶 不然你就去阿嬤家住幾天好了 然後 哦好啊 因為小時候也蠻習慣這樣子的模式 所以我就被爸爸帶到阿公阿嬤家 然後就住了下來 然後住在阿公阿嬤家的時候 每天就是跟姑姑啊 跟一些親戚這樣生活在一起 然後 呃 下小學就是由姑姑或是阿公阿嬤 帶我上課 下學上課下學 然後 呃 直到媽媽快回來的那陣子 然後 呃 家裡就會提醒我說 欸那媽媽回來之後 你回去跟爸爸媽媽住 可能你 你上學都會開始遲到喔 然後老師可能會因為你上課遲到 然後就是 會覺得你這壞小孩喔 所以你要自己要 就是加油喔 幹嘛幹嘛的 然後 我聽了就很緊張 因為小學 呃小時候才七歲了 我聽到這些話 我就覺得 欸會不會媽媽回來之後 跟回去跟爸爸媽媽住 然後 呃我在學校的生活 就是會 失去秩序這樣 我就有這樣的擔心 所以我就開始吵著 我不想回家 對 然後我就決定了 就算媽媽回台灣 我也不要跟他們一起住 我要留在阿公阿嬤家 這樣子 然後 呃 因為年 年代久遠 那大概是十 十三年前的事情了 我也 記不太得 後來到底是因為什麼原因 然後我就真的 沒有回去跟爸爸媽媽住了 就在 阿公阿嬤家住了下來 一直到現在 嗯 總之我依稀記得就是 當時候家族的人 對 我的母親 她 能不能教育孩子 能不能教養孩子 這件事情 他們是 保持高度的 懷疑跟不安的 然後也把這樣的不安 傳達了給我 然後導致我對 我的父母親在 小學 一年級到 就是在整個小學的過程中 我對我的父母親都 不是很諒解 對 然後我也很害怕 就是 回家這件事 對 所以一直在阿公阿嬤家住 住久了 其實對我來講 我就是 嗯 有兩個家 只是爸爸媽媽家 就是 等於是離我很遙遠的 一個地方 那我 我到高中 我都還覺得 父母親不在身邊 對我來講 應該是很稀鬆平常了 那 他們的 離婚 竟然對我造成 那麼巨大的影響 我自己也嚇了一跳 可是 但是 嗯 簡短來講 也就是高中 父母親離婚這件事啊 我才 嗯 就我時不時 就會陷入 一些回憶裡面 我常想到 小時候跟 媽媽 回外婆家的故事 或小時候 爸爸媽媽 可能有什麼爭吵 或是開心的事 我都很常 回憶起來 也許 人就是在失去之後 就可能會 開始 呃 去想要把自己 呃 丟失的東西 呃 回憶過來一樣 對 然後 在那個時候 我才真的開始去 去詢問 呃 越南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為什麼我媽媽要 嫁來台灣 對 然後 所以我到 呃 我到大學的時候 呃 大一 生大二的那個暑假 呃 那時候台灣 有一件 比較轟動的事件 就是